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炸药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猛鬼宿舍 我们用这个小女孩开局 黄衣服这个个子矮矮的 走路还是比较慢悠悠的 这也不影响移动速度 但是感觉它比其他的这些小角色要会慢一些 咱们还是慢慢的升一下门还有床 把这个每秒的收益给它尽量提到最高 希望千不要过来骚扰我呀是吧 只要这个鬼一来的话 就会影响咱们这个钱的增长的节奏 刚看它去上边那个房间了 路过了一下 可能一会儿就会溜到我们这儿 着急呀 五十 先升一下床 前期这个钱的增长还是挺关键的 就是为咱们后边建东西而做准备吧 钱要是跟不上的话 后边咱们建东西也是比较难的 主要这个还是考验这个手速 我觉得有点 就是每到正常增长这个钱的一定数量的时候 一定要点升级 你早点一下的话 钱增的确实比其他的 就是你晚点的话要快很多 看好咱们左上角钱的增长速度 然后及时的给门和床进行升级 第一波攻击我了 咱们先粗略的建一些这个炮台 正好够128升了一下门 门的血量一下子就恢复了 然后咱们把这一圈的这个炮台先建出来 也是作为一个防护吧 钱的增长还不是太快 咱们还得慢慢的把这个钱给它升上来 鬼的话已经干掉一个人了 咱们也抓紧 现在是每秒16块钱 看来还是不太够 先买炮升级一下 增加一下攻击力 会不会找 还真的来咱这了 抓紧抓紧 还行 给它打跑了 咱们这局就先不养这个小鬼的等级了 能给它靠攻击力给它干掉的话 咱们就尽快去干它一下 因为它的血量也不是太多 如果它下次再过来的话 咱们应该还算是有优势 因为咱们毕竟这一圈的攻击力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建了一个发电的 希望这个发电的慢慢能涨上来 这边死的这个小伙伴的这个发电的我们给它卖了 瞬间钱就涨了400 现在每秒是32的金币 周围的炮什么的 咱们都给它进行一个升级 该给它溅出来的也溅一下 看这一波能不能跟它一决生死呢 感觉它的血量也不多了 漂亮 直接击杀 这局我们拿到了MVP 也是挺不错的 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点关注 拜拜 拜拜